如果你的相机是索尼A6000系列 或者准备入属此系列的朋友 肯定有着这样的疑惑 到底是买什么样的镜头来搭配手中的相机呢 今天就让我们为大家推荐一只可以常用的挂机镜头 重点是性价比超高 它就是世马的30mm f1.4 先从外观上看 全黑的镜头由金属制成 对焦环处采用防滑的橡胶 振动起来丝般的顺滑 虽然世马这个品牌以健身而闻名 但是这一只镜头却表现得十分的友好 无论从体积到重量都做到了十分好的控制 搭配起6000系列那单薄的机身 也不会显得头重脚轻 对于起原厂搭配饼头的那一份小气 这一只镜头给整台相机提升了不少的逼格 同时这只镜头的做工也十分的耐用 我曾经摔过这只镜头一次 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出现 从参数上看 这只镜头诠释了性价比这三个字 30毫米这个焦段约等于全画幅镜头的45毫米 由于45毫米很接近50毫米 同时它还有F1.4的大光圈 所以这只镜头能够升任不同的拍摄题材 F1.4的大光圈可以满足需要背景虚化的人像摄影 这个焦段也可以在街头装拍不同的人门题材 由于50.7度也能带来一定宽广的视角 所以这只镜头也可以用来拍摄风景与风光 而且30厘米的最近对焦距离也能让你拍摄一些表现细节的微距题材 这一只镜头可以满足你80%的摄影需求 如果我只能带一只镜头出门拍摄 那么这一只镜头会成为我的首选 在实际拍摄上面的表现 适马这一只镜头可谓是可圈可点 由于F1.4的大光圈加上30毫米的焦段 所以拍摄出来的照片景深都十分的浅 拿来拍摄小姐姐也能把脸拍得很小 所以想保命的男性摄影师可以了解一下 当然这只镜头的锐度确实不及蔡司或者索尼的原厂镜头 但是它不到2000的价格也让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作为残伏相机的A6000系列 在低光环境下拍摄往往表现了力不从心 高感不好跟噪点多成为了常态 所以F1.4的大光圈简直是A6000系列的福音啊 对比起原厂品头只有F3.5的光圈 用F1.4拍摄夜景的优势就很明显了 给大幅度降低高ISO带来的噪点 在拍摄星空仪类题材的时候也能带来很多的帮助 当然这只镜头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 在大光比的环境下拍摄就会经常遇到紫边的问题 同时对焦的速度不及索尼原厂镜头灵敏 偶尔也会出现虚焦的情况 但是我个人觉得还能接受 这只镜头是我第一只挂机镜头 帮助我记录了许多精彩的瞬间 总的来说这是一只很值得小白购买的镜头 不到2000的价格 F1.4的大光圈还能胜任多种不同的拍摄题材 如果你还没找到你喜欢的焦段或者摄影题材 那么这只镜头是一只可以帮你找到摄影感觉的第一只镜头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